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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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习惯了黑的线碎 白眼也无味 暖心坠的迂回 我告诉你自己平静感觉 一直从就试着创造历史 流放着的头位 藏着急发的范围 无法高山或脚壁 我预想今天冬地没空无地 没空气才会让我更尽用 举止想走你脱鞋 以为是有所谓 是你的我不属于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也给我一个目的地 每天你我是谁 你拿着我的在乎 我的所有注意力 没有你的我是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一个目的地 那是死的傀儡 有没有温度的体会 难道你不再是黑白灰 你拿走我的在乎我的过去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也给我一个目的地 要不然这样 我们像小时候一样 穿上斗篷把自己遮起来 好不好 这不是里程主吗 里程主好 去 你搬去 倒什么玩意 哎呀 哎呀 早知道站岗这么辛苦 我当初就该增加成文兵的放路 马郡主 这这 不是 他 他怎么跟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块 我这带罪李公的机会来了 站上 里程主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守城门啊 郡主 光天化日之下 你居然背着伯王殿下偷汉子 啊 红杏出墙 不守妇道 小的实在是 不能做事不管 今天就要抓住你们这对 奸夫淫妇去伯王殿下那问罪 里程主 你就不能看在我们同事 奎州人的份上 替我保守秘密吗 再说了 那天你也看见了 伯王殿下他根本就不爱我 难道 你就不能让我另觅真爱吗 郡主啊 评良心说 这个小的也知道 伯王殿下对你有点过分 当日呢 把那个律服姑娘 当着你的面儿叫过来 小人也替你抱不平 但你也不能就这样的 出卖头汉子吧 今天啊 小的要将功赎罪 让伯王收回成命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重返城主之位了 你们这对奸夫和淫妇 走 跟我监管去 走啊你 走 你 李城主 殿下 你真的有胆扮我吗 小的永远无助 罪开万死 说罪啊殿下 刚刚不是骂得阵阵有词 说奸夫淫妇 骂得真好 本王跟俊主 就是回奎州城偷情 不行吗 行行行 你偷 您随便偷 不不不 小的嘴尖 我我我我我 我我掐死自己 我我我我我我掐死自己 我我我我我掐死自己 殿下 我掐死我自己 你饶了他吧 下不来气了 本王这次不予追究 但我跟俊主 回奎州城偷情的消息 若是走漏了 你就等着 发配上边疆吧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不敢不敢 打死小的也不敢哪 小的恭送二位打架 这不对呀 这这 这殿下不是 不喜欢郡主的吗 这这怎么又变成 这么恩爱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李城主 为何会被贬为城门兵 他欺负你 所以那个时候 你是嘴巴上欺负我 背地里 却偷偷地替我出气 小心 红儿别跑 红儿 没事吧 红儿 快跟爹回去 跟客人道歉 我不 他们骂我上的吓人 爹 你也觉得我是怪物吧 不然你也不会 让我在房里别出来 爹不是那个意思 是你这脾气啊 变得越发古怪了 客人只要多看你一眼 就算是没有恶意 你也能扫把 把人家往外赶 找这样下去啊 爹的生意 就雷分做了 爹 红儿不想再被别人瞧不起 我要在别人欺负我之前欺负回去 这就是红儿的生存之道 红儿 红儿回来 别跑啊 红儿 这父女俩是我的救食 红儿的脾气秉性 怎么转变那么大 我去问问 究竟发生了什么 红儿会变成这样 是我爱的 进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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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吗 排队吗 快 快点 不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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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后悔 当初让红儿 不要相信狼仔 和星儿的故事 该怎么办 才能让红儿回到从前 待会儿 你就听我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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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儿 好久不见 真心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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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狼仔哥哥 他为什么不露脸 难道也和红儿一样 脸上有褚落的伤疤 红儿 狼仔哥哥是要告诉你 他曾经与你一样 被世人误解 当作是怪物 也曾和你一样 以为与众人为敌 才是真正的强大 只是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什么朋友 都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好寂寞 没朋友就没朋友 是稀罕 我一个人也可以玩的 走 那如果 我可以让他们 跟你一起玩 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不好 他们不会跟我一起玩的 走吧 我需要你的帮忙 来 红儿 我们也来玩投狼狐 但是 输了的人 要被赢了的人 弹额头 好不好 加油啊 红儿 你太厉害了 狼仔干顶了 不准投金 用力一点 这儿 用力 就往这里弹 孩子们 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来 拿着 进来 你怎么知道 这群小孩 会跟红儿一起玩啊 孩子们的心思 都是最简单 最单纯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 什么美丑 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 也很直接 看到很会玩游戏的人 他们就会很崇拜 那你怎么知道 衡儿 会玩投狼狐 他跟我小的时候一样 总是一个人玩 所以 可以一个人玩的游戏 我们都很在行 他跟我也很像 在这个世上 我们都被称为怪物 你们才不是怪物 是世人以貌取人 你和红儿 都是我见过的 这世上最善良的人 可以啊 狼仔哥哥来 狼仔哥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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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不用演了 发挥你的正常实力 来嘛 快一点 你的额头 就要被弹烂了 来嘛 给 猫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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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你 逗你了 你该不会是 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演 而是根本就投不进去吧 堂堂的博王射箭力无虚发 竟然连投狼狐都投不着 谁说会射箭 就一定要回这个 笑什么 不笑了不笑 方掌柜 红儿 你去哪儿了 可急死爹了 红儿 你刚才在路上答应我什么了 爹 是红儿不懂事 以后不会再惹爹生气了 只要红儿乖 爹就不生气了 爹 多亏了摘星姐姐 红儿终于交到好朋友了 是吗 红儿 你一定要记得摘星姐姐跟你说的话 你的伤疤会帮助你分辨好人还有坏人 那些主动愿意接近你的人 他们都是真心待你好的 而那些欺负你的坏人是他们不好 你不可以变得跟他们一样 明白了吗 我一定能像小狼一样 遇到一个对我好 永远跟我在一起的兄儿 对不对 摘星姐姐 嗯 真聪明 红儿 谢谢郡主 让我们家红儿 变得如此的乖巧懂事啊 我呀 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啊 要不这样吧 我就烧几道好菜 给郡主吃 方掌柜 对 不用客气了 我还有要事在身 我得先走了 那郡主慢走啊 那你们多保重 要听话 摘星姐姐再见 再见 郡主慢走 走吧 郡主身边那个男人 应该就是伯王殿下了吧 才不是呢 爹 他是狼仔哥哥 狼仔哥哥是谁 虽然狼仔哥哥一直戴着帽子 但是我有好几次不小心看到他的脸 他就是那个包下我们酒楼 让我别相信小狼和星儿的大哥哥呀 啊 是那个可怕的男人 郡主 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啊 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啊 墨霄 你怎么会在这儿 属下 终于找到主子和郡主了 陛下知道 我违背他 说出自己狼仔身份了吗 正如主子所料 陛下圣怒 属下特意来提醒主子 回皇城后 千万要小心应付 我本就打算回京就面生 坦诚一切的 原来昨天晚上 你只是安慰我 我损你进宫 我们两个 一起接受陛下的责罚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走 我们回宫 走吧 走 站住 草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马上见郡主 郡主不在府里 可是我刚刚见过郡主 见过郡主 他身旁可能有个危险人物 方正规 你怎么来了 马副驾 不 马将军 草民见过马将军 今天巧了 我刚好回马府办点事 方才听你说 你见过郡主了 他回奎州了吗 马将军 进一步说话 马将军 草民看到 郡主和一个冷军 可怕的男人走在一起 我担心郡主会有危险 你说的那个可怕的男人 八成就是郡主未来的夫婿 柏王殿下 是洪儿认出了那个男人 马成主全家遇害之日 他就住在酒楼 浑身充满了杀气 身边还跟着三个黑衣人 说不定是柏王的手下 行径非常的诡异 如果他真的是柏王殿下 他来到奎州城 为什么不住在城主府 反而是花重金 包下了我的酒楼 当天入夜之后 他们所有人都不见了 隔日就发生了马府一案哪 草民怀疑 这几个人 和灭门残案有关哪 你确定 红儿清清楚楚地看见 是那个可怕的男人 包下了你的酒楼 是红儿和那个男人 熙熙的时候 不小心在斗篷下面看到的 人该是他没错 那会不会 是小孩子认错了 波王微服出巡 不希望被认出 穿着斗篷掩饰 也不足为奇吗 马将军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心里啊 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将军 要不你快马加鞭 去追上郡主 看看他现在 师父 此举太过莽撞 若是红儿认错了 把伯王的手下 当成了不孝之徒 那可是大大的不敬 方掌柜 不然这样 我找个画师 画出伯王肖像 消除你心中的疑虑 你看可好 有劳马将军了 我明日拿着画像 去酒楼找你 顺便啊 咱们也好好聚一聚 你放心 郡主身边的 一定是伯王殿下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不管怎样 妈妈我都要谢谢你 谢过马将军了 草民 先告辞了 慢走 三殿下 陛下只是跟老奴说 心情郁闷出去走一走 并未说何时回来 还请三殿下 明天一早再来吧 本王就在这里 等父皇回来 你先下去了 是 三殿下 你还有脸回来 你就不怕朕一怒之下 斩了你 不枉 这么多年来 朕待你如亲子 可曾亏欠你一丝一毫 到头来 你有欺君妄为来回报朕吗 儿臣 对吧你 你和我阿摘兴 到底有什么过往 我与摘兴 从小便相识 因下后多位命案 主下多年来的误会 再见面时 你 儿臣已视他为陌路人 从未念及旧情 对他心软 直到不久前 他被罚归太妙 那时儿臣才发现 他当年是身不由己 他腿上的旧疾 是因为儿臣才造成的 儿臣愧疚于他 儿臣承认 为了护他儿入狱 对他好 除了谨遵父皇之命 安定马家军心 还带有对摘兴的真情 你终于承认了 你对马摘兴存有私心 朕的好儿子 你还真是重情重义 父皇 儿臣曾经挣扎过 也曾想斩断对他的情分 但他为了儿臣 做出种种 情深义重的事迹 儿臣无法视而不见 才会违抗皇命 承认狼仔的身份 朕看不清了 儿臣错了 倘若有一天 朕命理去取马摘兴的命 你又该如何 倘若如此 儿臣只能听命 不成功 起来 看来出困已对我放下戒心 起来吧 还想抗命啊 行啦 起来吧 起来 放心吧 只要马摘星和马家军 永远能忠惜于朕 朕又何须为难你呢 要怪就怪朕赐了你这个婚 逼着你从不甘愿到如今为情所困 是儿臣不该有所隐瞒 父王 父皇或许又要为难你了 承给他 朕安排在马丰城身边的眼线 给朕送来了密函 奎州酒楼的那对妇女 是坚决不能再留了 叶煞在奎州酒楼露了像 但是那个掌柜的发觉他们就是灭门当日住过酒楼的那些人 幸而马丰城并未起疑心 但是在这个掌柜这儿不能留下任何证据 是儿臣的错 此事涉及马英之死的真相 你必须亲自去办朕才放心 一个小掌柜的完全可能燃起冲天的大火 不能让他们一家再见到马丰城 这才是最稳妥的 儿臣领命 恭贺陛下 三殿下毫不犹豫地接下了此项任务 纵然对马斋心动情 也无损对陛下之忠心呢 怎么了 陛下对三殿下还是有怀疑之心 朕是没有把握看清了 如今这世上除了朕 还有一个人对伯王更加了如指掌 是时候该把他放出来了 眼下只有他才能替朕确认 伯王是否还忠心如亡 不行 我等不及了 我要进宫一趟 郡主 这恐怕不妥啊 郡主 伯王殿下回来了 让你担心了 让你担心了 陛下生气了吗 责罚你了吗 只是 只是什么 你快说呀 陛下只是把这几天樊中的朝物 全都交给了我 让我将功赎罪 陛下他重情明理 你可千万别让他失望 早知道事情进展得如此圆满 你们俩就应该在奎州城多待几日 说不定就能吃到奎州城第一大厨 方掌柜的拿手菜 我特别特别爱吃他们家的红烧鱼 我现在都有点饿了 好 下次我们去奎州城的时候 一定带上你 让你见见方掌柜和红二 好啊 可不可以吃十条鱼啊 当然可以 想吃多少条就吃多少条 谢郡主 展昕 一路奔波累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 殿下 那你也早点休息 马婧 在 带郡主回去 是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走了 殿下累了 郡主好久都没见到方掌柜了 皇上现在又长高不少了吧 是啊 这次在奎州城 陛下又难为主子了吗 没有 陛下只是发现了本王与王妃的过往 但陛下下令 让前去奎州城 除掉酒楼老板方掌柜和他女儿 以防事情败露 酒楼老板妇女 是郡主口中所说的 方掌柜和红二吗 就是我们背着主子行动时 所报的那家酒楼 莫消斗胆 此次然差对象 是郡主的旧相识 也与主子有过几面之缘 真要痛下杀手 或者 或者咱们可以想个办法 来消除她的怀疑 竹子 此次行动您无需除面 由我等三人置信即可 此次任务不许失败 是 是 竹子 明天一早前往奎州城 海爹留下 以免摘行起义 是 闭嘴 绳哥 您好 哎呀 哪里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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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姚姬 五年没见了 姚姬见过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陛下亲来探时 不知是否想给姚姬将功赎罪的机会 是朕听错了 你竟然愿意承认五年前是你的错 五年前我与伯王争夺叶煞之手 输得不甘心 便要取他的性命 被殿下识破 姚姬自作孽 罪有应得被关在这地牢里 姚姬 如你所料 朕要放你出去 姚姬谢陛下 朕怀疑波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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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态波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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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怀疑波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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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 我听莫霄说 你们要一早出城处理政务 我就端了早膳过来 却看到殿下在试剑 你刚才的模样 看起来好可怕 走 吓到你了 其实 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你肃杀的样子 当初 你杀通州少主时 也是这副神情 他侵犯你 该杀 一早事件 陛下派你出城的任务 难道 与人命有关 殿下的剑 只会杀有罪的 十恶不赦的坏人 对吧 本王的剑锋 只会对着危害百姓之人 刀剑虽然无眼 但使剑的人是你 你可以选择杀 或者不杀 我相信殿下 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就像当年的狼仔 就算夏侯都尉抢走了小狼 但是你的人性 却抑制了你的兽性没有杀他 反而是放了他 不是吗 本王已飞狼子 回归朝廷之时 我飞狼子是博王 陛下命我办的事 乃是朝廷机密 你不懂 也不该懂 时辰不早了 不妄出发了 同龄生永远能换住你 这就是狼仔的证明 虽然你现在是博王 但是 你永远是狼寿山 那个善良的狼仔 路上小心 我等你回来 当年朕先后收养了你和博王 并训练你们成为夜上 当时的博王性格孤僻 从来没有说过话 是你让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吃饭 吃饭 做开口 吃准了 每参斗这样打 总而有一天死在一起 来呀 继续呀 死了 不值得 我二人一起接受陛下考验 训练中我若是饿死 伯王独自一人 则无法通关 你们既是同类 又是劲敌 朕缺一不可 以我对伯王的了解 我不信他会为了区区 一个女人迷失自己 郡主啊 你是不是因为今天早上 伯王说了一句 他已非狼仔 所以你才要种这些女罗草的呀 女罗草是我跟狼仔的记忆 我希望等这些女罗草长成时 可以成为我跟伯王的新记忆 可是你明明喜欢狼仔 比伯王殿下多 胡说什么呀 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郡主不能接受 现在的伯王 已经不是当年的狼仔了呢 再说了 你看伯王他不喜欢花草 说不定他现在 也不喜欢这个女罗草了呢 我真的喜欢狼仔 多一点吗 郡主 禀郡主 圣上有旨 请郡主进宫一趟 陛下召我进宫 公公可知是何事啊 老奴不知 公公 那咱们走吧 郡主 陛下特别吩咐 只准马郡主一人进宫 为什么 就是啊 为什么我不能跟郡主一块去啊 公公 老奴不知 公公 不能通融一回吗 这言外之意 是让老奴抗旨吗 陛下如此吩咐 定有其用意 马静 你帮我照顾好这些女罗草 我去去救回 好 郡主请 海爹啊 你说陛下是不是请郡主去皇宫里面吃好吃的东西去了呀 来帮我种女罗草 朕当年只是以为伯王是孤身一人 才在他商誉后留他在宫里 他和朕很投缘 朕便收他做了义子 没想到 还害得你们两个误会 让你们分离了这么多年 是真对不住你了 若不是陛下 狼仔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你不怪朕便好 朕知道 伯王对你的腿伤一直呢心怀内疚 日后你若上了战场 替父报仇 还必须要把腿伤治好 所以呀 朕特意给你找了个最好的大夫 他向朕承诺了 一定会把你的腿伤治好 可是宫里的御医还有许多大夫都说 我腿上的旧疾是无法根治的 那是他们技不如人 大夫已经在屋里了 这个大夫嘛医术高超 就是人呢有点奇怪 你得好好配合他 听大夫的话才能把你的伤治好 让朕也好好地弥补你 摘行请遵陛下圣意 进去吧 是 分开不难受 难受的深两个心 从没远离 必须向前走 但我没有说 唯一能改变我的爱是你 多想往你怀里奔去 感谢你放任我 你吸引到流到开始爱 小孩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你醒到那一秒钟 牵定牵着你的手 牵定牵着你的手 就这样一直走 我愿意等待 等待你明白 永恶 永恒 永恒其实就藏在我们相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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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都不存在 永恒都不存在 永恒都在一起 永恒都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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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